那我今天講的主要是消化生理的部分 所以消化系的解剖或組織你們上過了嗎 還沒 有嗎對不對 好啊 好那今天主要講的是生理的部分 所以我的部分是五個小時消化系 然後就這些重點 那今天先上兩小時 下個禮拜三三小時 那基本上有幾個重點 那今天會跟大家講的是 整個就是消化道的一個生理結構 那不同的食物的基本的消化跟吸收的過程 例如說糖類啊蛋白質啊脂肪啊 怎麼消化跟吸收 這是今天的重點 那另外消化道裡面其實還蠻重要的是 因為它其實是我們 它這個消化道腸胃道裡面有非常多的 我們說荷爾蒙啦 內分泌啦 所以這些內分泌對消化液的分泌 或者是神經的調節這個很重要 就是下禮拜講的另外一個重點 那另外呢其實消化液 我們說從嘴巴裡面的唾液 一直到胃液、腸液、疑液跟膽汁喔 那些都會影響到消化道的活動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幾個學習目標啦 那你們一定都聽過像胃食道逆流或胃潰瘍嘛對不對 或幽門管菌嘛 那我其實在臨床上面啊 不管你走哪一科 其實或多或少都會有這樣的病人啦 那在醫院裡面其實內科系的話 病人最多大概就是腸胃內科或心臟科啦 那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胃三分泌太多啦 或幽門感菌感染啊 然後或者是 我自己是復健科 所以我們科裡頭常常有一些 中風或者是脊髓損傷的病人 那後來有腸胃道的問題 所以其實你不管是要不要走這一科 我覺得一些基礎知識對未來還蠻重要的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常常到臨床 病人就會問你說 如果我要吃鈣片 我加茶喝會不會影響鈣片的吸收啊 或者是我吃鐵劑的時候 我配檸檬汁會不會有問題啊 所以那些其實我覺得那些 基本的一些生理的功能 還有那些食物怎麼吸收 什麼東西會影響它的吸收 其實還蠻重要的啦 那大概是我們今天講的重點 好 所以大概從唾液啊 一直到這個肛門跟直腸 這整個解剖沒問題嘛 就是從嘴巴嘛 然後好 那你們說 就你們知道來說 這個整個消化道裡面 面積或長度最長的是哪裡啊 應該是小腸嘛 是小腸嘛 那如果食物吸收的話 那主要是在小腸嘛 尤其是小腸的上段跟中段的地方啊 所以因為這樣子在生理上面 事實上整個消化道裡面 最長最長的是小腸喔 是最長最長 因為主要的消化跟吸收都在小腸 尤其是上段跟中段的地方 那如果大腸的話呢 大概是跟水分 跟某一些電解質的吸收有關 那但是大腸主要是跟我們說 糞便的形成有關啦 所以小腸其實是會跟整個的消化跟吸收 都是最有關的喔 好 那這邊要跟同學講就是說 你會想說腸胃道 那應該是跟消化跟吸收有關 可是事實上它跟我們的免疫功能 有很大的關係啦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 有一半喔 其實是在腸胃道裡面啦 有一半在腸胃道裡面 那舉一個例子啊 這個小腸上面的絨毛喔 那它基本上是有很多的上皮細胞啊 就是交際而成的 所以上皮細胞跟上皮細胞之間呢 其實有很多的 我們說Lymphocyte 有很多淋巴球啦 那或者是絨毛的下方呢 我們說那個Laminopropia 固有層 這個組織有上的嗎 有嘛 對不對 所以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免疫細胞啦 像B cell T cell 或者是聚氏細胞啊 那所以在這個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的腸道的表面的上皮細胞 或腸道的表面啊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免疫細胞啦 那所以在臨床上 同學進個臨床裡面 以後就遇到 有一些 例如說它開了很大的腸道手術 所以它要進食一段時間 就沒辦法有口進食啊 因為它讓那個腸道休息嘛 那或者是我們會遇到有一些 癌症轉移的 所以它轉移到整個腸 就是我們說腹部的那個黏膜啦 或Omantan的地方 那病人也沒辦法有口進食 那它就會從我們說TPM 就是從血液就是肺 靜脈的話是給陰陽嘛 那我們就 可是病人就是會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然後後來也常常 很容易感染 那其中一個問題是說 如果你常黏膜萎縮的話 你相對的 你一些免疫細胞的功能 都會受到影響啦 那所以這類的病人的話 你即使從血液裡面 你去補充它的營養 可是相對的它 因為那些免疫細胞受到影響 其實會比較容易感染啦 所以這是我們說免疫啊 是常會到另外一個 很重要的生理功能啦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一該時跟同學提到的 所以食物進來的話呢 是經由食道然後到胃嘛 所以晚一點會跟大家提到 胃主要是跟食物的儲存有關係啦 儲存然後讓它跟消化液做充分的混合 然後之後排空了之後才會到小腸啦 那你看十二指腸其實蠻短 最腸脆腸是空腸跟回腸的地方 它占了260公分啦 所以我們很多食物的吸收呢 其實都在小腸中段 就是空腸的地方啦 那大腸的話呢 其實主要是跟水分 跟某一部分電解質的吸收有關 不過剛剛跟大家講過 它主要是跟糞便的形成有關 所以最主要最主要的吸收 是在小腸中段的地方啦 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 這地方國考有考過 其實國考考的消化 每年都會考 考的不多 可是考的就是那幾個重點啦 所以我們大概上課這五小時上完之後 也會中間也會穿插 跟同學講 複習一下歷屆的國考的考題 因為其實不難大概就這些啦 記起來就有分數了 好 那這邊是要跟大家講說 因為整個腸道的話 就是其實最主要就是吸收啦 就是最主要吸收 所以你要吸收的話 它其實表面積就是要大啦 那這邊要講是說 腸道上面有一些結構 它其實會讓這個表面積變得更大 所以讓它吸收的面積更大 那有幾個結構啦 那第一個呢 是在腸子的 我們說腸腔的表面的話呢 它其實有很多的皺褶啦 這個叫波狀的皺褶 那這些皺褶呢 其實你看多了這些皺褶 它其實它的表面積會增加嘛 所以多了那些皺褶 其實大概多了三倍啦 好 那另外呢 這個腸道的表面呢 有一些絨毛啦 那這個絨毛上面 又有所謂的微絨毛啦 所以這些絨毛呢 會讓表面積再多增加10倍 那這些micro villi呢 這些就是微絨毛呢 會再多增加20倍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整個腸道攤開的時候呢 大概是3300的平方公分 可是呢 這些組織呢 它其實放大了600倍之後 大概整個會有200平方公尺啦 所以以前郭考考有考過的 就是說 有哪些東西它會放大多少面積啦 所以大概這邊是同學要知道一下啦 好 那所以剛才講的是一個比較聚觀的東西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一個微觀的事情 就是說 好 那我們這個絨毛上面的 那些細胞啊 分別是會有怎麼樣的一個分化的功能呢 那我們說腸道的上皮細胞 跟我們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例如說神經細胞很難長 所以我們說 如果病人是中樞神經損傷 例如說他中風或脊髓損傷 就非常的難去再有修復的功能啦 可是腸道的上皮細胞 他其實很容易再生啦 所以你看他的生命週期很短 大概兩到五天喔 可是呢 他其實每天會從腸道上面脫落的上皮細胞 有170億喔 所以你脫落的這些上皮細胞 其實就是你一部分蛋白質的 腸腔裡面蛋白質的來源 就是32克 這是自己會剝落的啦 而我們這個上皮細胞它剝落之後呢 它其實會不斷的再生啦 那例如像這邊是一個龍毛嘛 那龍毛最底端的地方呢 其實是有一些幹細胞啦 那這些腸腸腸它其實會分化 會分化成不同功能的細胞 例如說悲狀細胞 這個會分泌黏液 這晚年會講 或者是一些內分泌的細胞 或者是一些具有吸收功能的上皮細胞 要講的是什麼的意思呢 就是說腸道的細胞 它其實不斷的會再生死亡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代謝非常旺盛的地方 那當然年紀大了 或者是免疫功能不好的人 那它這個再生的功能就會比較差 所以它的相對的它的吸收就會變差 所以我們有些病人就會跟你說 我怎麼怎麼吃都不胖 或然年紀大了 他其實他就覺得他非常的虛弱 他其實吸收有問題 其實是跟這個再生的能力有關係 好 那 所以這些龍毛的話 大概就是腸道上面一個比較特有的組織 那 所以剛才講的是 那些上皮細胞 才本身會不斷的分化 那接下來要跟大家講說 好 那我們說腸道最主要是一個吸收的功能 那食物怎麼吸收呢 那這邊是跟大家講 這是個上皮細胞的一個 我們說它的在 圍觀下面的一個構造 所以這邊是一個一個的上皮細胞 那一個一個的上皮細胞 那這個上皮細胞表面有非常非常多小的 我們說microvilla就是小的微絨毛 所以這些微絨毛的目的是要增加食物吸收的一個面積 那細胞跟細胞之間呢 我們說有一個tie junction 那 所以食物要怎麼進來呢 它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透過這個tie junction 這個叫paracellular pathway 通過tie junction 然後進入我們的組織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穿過這個上皮細胞 可能是待會兒會跟大家講 有的是用刺激主動運輸 有的是用擴散作用 進入這個我們的組織 所以這是兩個方式 一個經過tie junction 另外一個是穿過這個上皮細胞 這是吸收的一個方式 好 那這邊有幾個結構 那第一個在接近長腔的話呢 這是我們說的brush border的membrane 然後這主要是microvilli 那因為食物進來 不是就進了長腔 從胃就進長腔 所以這個microvilli上面有很多的 我們說消化的酵素跟transporter 所以目的是把大的分子分解成 比較小的分子 然後再利用這個transporter 把這些食物運送 然後進入我們的組織 那另外呢 在這個basolateral membrane basolateral membrane 就是比較靠近組織這個地方 上面有很多納甲pump 那這個納甲pump的功能是什麼 它功能其實是提供一個能量的來源 所以如果某一些食物的運送 它需要能量的來源 那是來自於這個納甲pump 那晚一點再講脂肪吸收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一個unstir layer 這叫不動水層 它其實是一個酸性結構的組織 這個綠色這些東西 那這些黏水狀的這一層 其實它的酸鹼值很低 那其實目的 大家有跟大家提到 這個主要是幫助脂肪的吸收 這個主要是幫助脂肪的吸收 好 那這個只是說跟大家講 在電子顯微鏡底下 如果你看這個micro villi 這些微絨毛呢 它上面會有很多很多凹凸不平的組織 這些是糖蛋白的結構 那其實目的都是讓這個食物 增加它吸收的面積 讓它比較好吸收 好 所以 所以 接下來 剛才講的是一個結構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一一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不同的食物 包括糖類 蛋白質 還有脂肪 是怎麼消化跟吸收的過程 那這個地方常常考 那這邊 大概要知道就是 這些食物的消化跟吸收 是在哪裡進行的啦 因為那個牽測到就是說 萬一你 病人 他哪裡動的手術 你會去估計 預測他可能什麼 養分的來源會有問題啦 好 那 所以這邊要知道一下 這些食物的消化吸收的過程 是在哪些構造的 然後另外呢 他們 呃 的這些 原來源是哪裡啦 好 那最適當作用的酸減值是多少 那首先先講我們說澱粉 其實我們吃進去的東西很多是 植物性的澱粉嘛 所以澱粉的消化 是靠什麼呢 是靠澱粉酶 Amylus嘛 那哪裡有Amylus呢 其實我們說唾液裡面就有了啦 所以口腔裡面就有了 然後另外呢 還有很大一部的 一份的Amylus 是來自於醫障啦 一疫的組織 那最適當作用的酸減值呢 其實是一個中性啊 偏酸 就是主要是中性的狀態 所以意思是說你吃一個澱粉的東西 在嘴巴以後它就是開始消化了 然後因為唾液 唾液腺裡面就有Amylus 好 那消化之後呢 它成為雙糖類的東西 進入麥芽糖、蔗糖或者是乳糖 那這些雙糖類的東西 沒辦法直接吸收啦 所以它要靠一些 分解這些雙糖的Amylus 成為單糖之後才能吸收 所以谷考就有考過啦 那這些雙糖的鎂 比如說分解麥芽糖的鎂叫做Maltus 那分解這個蔗糖的鎂叫Sucrose 那這些分解這個乳糖的鎂叫Lactus 所以谷考就會考過說 那這些Amylus在哪裡 所以這些Amylus是在小腸的 上皮系包上面的Brush border 那Amylus在那邊 那所以Amylus的話 澱粉酶主要是在唾液跟衣液裡面 那把這個雙糖分解成單糖的Amylus 就主要在小腸上面的 我們V-Lite上面 那最後呢 最後的單糖包括果糖、半乳糖跟葡萄糖 這是主要的單糖、吸收的單糖 好 那這幾個糖類的吸收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那如果是半乳糖跟葡萄糖 它主要是靠刺激主動運輸 那所以它基本上它需要一個co-transplant 一個共同運輸的物質 那共同運輸的物質是收點、是鈉 那如果是果糖的話 主要是靠促進性擴散 這個要知道 這個也常考 好 那所以我們剛才講到 它這些單糖是兩個吸收的方式 那如果是葡萄糖跟半乳糖的話 主要是刺激主動運輸 所以它需要能量 那它需要一個co-transport的物質 它跟什麼共同運輸呢 它是跟鈉共同運輸 那它需要transporter幫忙它吸收 那這個transporter叫做 sotium dependent glucose transporter 1 SGLT1 顧名思義它需要鈉離子 那所以這意思就是說 你看有些病人拉肚子 然後拉肚子之後 我們不是讓它喝酥泡嗎 酥泡因為我們要補充它的電解值 這酥泡裡面其實都有點甜甜的 有一點點葡萄糖 那其實葡萄糖跟sodium這兩個東西 會共同運輸 所以會有輔助的作用 好 那所以這個sodium跟glucose 它本身兩個是一個互相幫助的狀態 可是那個binding side上面 這個葡萄糖跟半乳糖是互相競爭的 但是不管怎麼樣它其實都需要transporter 所以它需要sglt1這個transporter來幫忙它的運輸 所以臨床上我們會運到某些病不常見 可是會遇到有一些congenital deficiency 就是先天的遺傳性疾病 那如果缺這個東西的話 那可能葡萄糖的吸收會有問題 好 所以這邊就跟大家再解釋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葡萄糖跟半乳糖 它怎麼吸收 那基本上他們兩個是競爭這個binding side 可是它跟sodium是共同運輸的 那transporter主要靠的是sglt1 所以它會進入這個上體細胞 那他們需要這個sodium potassium的pump 提供這個能量 這個是指的是葡萄糖跟半乳糖 那如果是果糖的話呢 它基本上它是一個促進性的擴散 那它需要的transporter是glucose transporter5 但是它並不需要一個東西來做co-transport 那不管是葡萄糖、半乳糖還是果糖 它進入了上體細胞之後 那怎麼進入我們組織 就怎麼進入我們協議裡面呢 那基本上它這時候靠的都是glut2 這個glucose transporter2 來幫忙他們 好 因此這邊就常常國考會考 其實沒有太難就記得就知道 所以在prush border上面呢 葡萄糖跟半乳糖運送的方式 主要是自己主動運輸 那如果是果糖的話 主要靠的是促進性擴散 那這是幫忙他們的transporter 那進了上皮細胞之後 怎麼吸收到組織呢 那這個主要是所有的單糖都一樣 都是靠促進性的擴散 那幫助的是glucose transporter2 那這地方是國高的考題 就是因為我們在臨床上還蠻常見的 因為我們常常遇到年紀大的病人 然後我們幫他做骨質密度的檢查 或者是他跌倒然後骨質疏鬆 我們就會跟他說 那你應該多喝牛奶 可是那部分年紀大的病人 他就會跟你說我沒辦法喝牛奶 因為我一喝牛奶就拉肚子 那原因啊 這個其實在亞洲人比較常見 白人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那個叫我們說乳糖的耐受不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剛才不是說乳糖你要把它分解 你是要靠這個lactose 你才能夠分解成單糖半乳糖才能吸收 可是這個lactose事實上在東方人 是隨著年紀的增加 他的量越來越少 所以你看小朋友啊 他其實可以喝很多牛奶都沒有問題 可是大概年紀越大 尤其五六十歲以後 就常常很多人沒辦法喝牛奶 原因是這個lactose的量越來越少了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變成 喝了大量的牛奶或者是乳製品之後呢 因為這個lactose沒辦法被分解 沒辦法被分解 人單糖他就沒辦法被吸收 所以這些東西呢 到大腸被大腸的細菌分解之後就會產氣 所以就會造成病人肚子髒啊 腳痛啊消化不良 那原因是因為這個lactose 這個細菌缺乏的關係 那這樣在臨床上要怎麼辦呢 就變成你在喝牛奶之前 你可能吃一些優格 優肉乳 然後那些裡面還有很多的lactose 等於是你從外面去補通這個lactose 好 所以剛才講的是糖類的吸收 這應該不難嘛 所以大概知道單糖 然後不同的單糖是靠什麼樣的方式吸收 需要什麼transporter 這個大概就是 常常隔幾年就考試 隔幾年就考試國考 好 那第二個的營養物質就是蛋白質啊 那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小腸 我們腸道的上皮細胞會不斷不斷的脫落嘛 所以每天其實會脫落了我們說 170億個上皮細胞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我們的蛋白質的來源 所以我們蛋白質的來源呢 有50%是吃進來的東西 有25%是來自於消化液 有25%是來自於這些脫落的腸道的上皮細胞 那吃進來蛋白質一開始在哪裡消化呢 一開始是在胃 那這觀念同學要有 就是說胃裡面有胃蛋白霉原 那這個胃蛋白霉原呢 遇到胃酸它會活化變成胃蛋白霉 那這個胃蛋白霉呢 它可以把大分子的蛋白質分解 變成我們說多生態的polypeptide 這在哪裡開始進行 這在胃就開始了 所以會遇到有一些胃癌的病人 那如果他做了全胃切除素 那可能這些protein就沒有辦法在胃做分解成polypeptide的 那可能這樣的蛋白質的消化就會比較有問題 那polypeptide沒有辦法直接吸收 這個多生態類 所以多生態類呢 它必須要靠胃脹分胃脂裡面的一些細胞 把這些多生態類把它再分解成 Olypeptide的話是大概三到二十個胃基酸構成的peptide 或兩個或三個胃基酸構成的ditripeptide 或aminoacid的 這些是在小腸裡面進行 這些是在小腸裡面進行 那在小腸裡面進行之後呢 這些生態類或它就是要靠這個小腸上面的brush border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絨毛膜上面的一些細胞 那這些細胞呢 可以把這個三到二十個polypeptide的把它分解 或者是ditripeptide分解 然後之後才能吸收啦 之後才能吸收 所以這邊一個還蠻重要的觀念 那第一個這些細胞主要在brush border上面 那第二個不是分解成aminoacid 不是單胺基酸才能吸收 就是單胺基酸或兩到三個胺基酸組成的生態類也可以吸收啦 也可以直接吸收 然後經過上皮細胞 然後到我們組織裡面 好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觀念 所以我們剛才講就是在brush border上面有很多的ensite 所以這些ensite呢可以把 分解成ditripeptide 然後之後呢 再吸收進入上皮細胞啦 那這些ditripeptide或aminoacid 怎麼進入上皮細胞呢 它一樣是刺激主動運輸啦 跟剛才葡萄湯或者是半乳湯是類似 是刺激主動運輸 所以它也是一個虛能的狀態 所以它也需要transporter 然後但是呢 它基本上跟它我們說共同運輸的不是鈉啦 所以跟它共同運輸的是hydrogen 是氫離子 是氫離子 跟它做共同的刺激主動運輸 那這些小分子的生態類 進入上皮細胞之後呢 那如果是aminoacid可以直接吸收 如果是霜或三個aminoacid構成的這些小的生態 那上皮細胞上面有一些peptide 可以把它分解 然後成為單胺基酸 然後之後再進入我們組織裡面 所以這邊國考有考過的 就是說這些anzyme在哪裡啦 例如說pancritic 疑液分泌的這些酵素 那它其實是進入長腔嘛 來作用 那brush border上面的這些anzyme 那它是這些東西在brush border上面 那這些peptidus 就是把雙跟三氨基酸的這杯peptide 把它分解成單氨基酸的 這個是在上皮細胞啦 這個大概考試有考過的東西 好 那現在要講的就是 當上皮細胞的單或雙生態類 把這些被分解成為單氨基酸之後 它怎麼進入我們組織裡面 好 那這過程其實有很多方式啊 所以 例如說有 sodium dependent的 也有 sodium independent的 就是有刺激主動運輸 也有促進性擴散 那也可以靠這個擴散作用啦 那如果刺激主動運輸或促進性擴散 那基本上呢 他們需要不同的 transporter 那這邊的細節不用記 那這考試有考過的意思是說 amino acid uptake 實際上有很多方式啊 不是只有一個 sodium dependent的 或者是促進性擴散 或者是擴散作用 其實有好多方式啊 那所以在臨床上面 有一些罕見疾病 那可能有一些 congenital deficiency 就是先天性的遺傳性疾病 那少了某一些 transporter 那這些 transporter 的製造有問題 那結果就會造成 它幫忙運送的那些氨基酸有問題啦 那這邊其實在臨床上面的重要性是 大部分的這些 我們說蛋白質的消化跟吸收 都是在腸道 所以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會遇到有一些病人 他動了腸道手術 例如說他常阻塞 那或者是他有腸道方面的腫瘤 他做了腸切除塑 那這樣的結果其實會有一段時間 他的這些 amino acid 的吸收會有問題啦 或者是大分子的蛋白質 沒辦法被分解啦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會直接讓這些補充 病人補充單胺基酸 就直接補充這個 amino acid 的來源 然後 好 所以簡單的複習一下 所以 像葡萄糖或者是 amino acid 的通常 是在哪裡開始吸收 會進入我們的組織裡面 答案是 是小腸還大腸 小腸嘛 所以是1嘛 那 carbohydrate 是糖類啊 他一開始水解會在哪裡啊 是在嘴巴裡面嘛 所以因為他這邊是有 我們說amulus嘛 是在唾液嘛 那protein 一開始是在哪裡 開始做最初步的一個消化 是胃嘛 所以是胃嘛 好 那 所以剛才第二個部分講的是protein 然後是蛋白質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講的就是lipid lipid的指的是脂肪 那基本上我們食物的脂肪的來源呢 最主要是常練的三酸甘油脂 這是最主要最主要的三酸甘油脂 那小部分的話是像類似 我們說零脂類 這個軟 這種lisacin 這是比較少的 那或者是像這個phospholipid的這個零脂類 那這些這些比較不常見 但是最多最多主要是三酸甘油脂 那 這個脂肪的消化其實會跟剛才說的糖類跟蛋白質 比較不一樣 那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們說腸道是一個水腔的環境 可是脂肪組織它是一個脂溶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脂溶性的東西怎麼在腸道裡面運送呢 其實它需要一個運送的物質 那這個運送的主要的物質就是膽鹽啦 所以膽鹽對這個脂肪的吸收非常的重要 那待會跟大家講這個過程 所以你臨床會遇到有些病人 這個還蠻常見有人膽結石嘛 然後膽結石之後就反覆發生我們說膽囊發炎 那之後怎麼辦呢 就只好把膽囊拿掉 那膽囊拿掉之後呢 你會發現這病人忽然就瘦很多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吃進去的油都很難吸收 原因是這個膽鹽沒辦法去幫助這個脂肪做吸收啦 所以一次就拉一次就拉 那所以這個是膽鹽 待會跟大家提到膽鹽對脂肪的吸收其實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接下來就講就是說 那分解或者消化或吸收這些脂肪物質的細胞 那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在舌 我們說舌口腔裡面舌頭上面 就有lingolipus 那可是這個lingolipus 它在脫移以後沒辦法作用 因為它到酸性環境才能作用 所以它胃才作用 然後另外gastrylipus 就是胃裡面也有一些脂肪酶 那基本上這兩個東西 其實在正常的生理情況之下都很少作用 那生理情況之下大部分大部分的作用 都是靠一億分泌的細胞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pancretic lipus 那pancretic lipus它可以把我們說肝油脂水減 那它可以把三酸甘油脂把它分解成兩個單酸甘油脂跟脂肪酸 就可以直接吸收 所以pancretic lipus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如果是biosol的activated lipus 那這個可以把它膽固醇脂 然後把它分解成這個膽固醇 那還有個phospholipus A2的話呢 它可以把這個軟磷子分解成脫子酸軟磷子 所以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那我消化的時候呢這個pancretic lipus 它其實還會跟膽炎掰頂在一起 所以當它跟膽炎掰頂在一起的時候 它其實不是一個活化的狀態 那所以它要活化的時候其實要靠這個腐脂酶 那腐脂酶最主要的生理作用 是讓這個膽炎跟pancretic lipus讓它分開 所以這個pancretic lipus才會有這個活性 所以考試就常考試說 第一個colipus是不是一個enzyme 不是啊 它是一個叫膚質酶 就是輔助enzyme的作用 那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的作用是讓這個pancretic lipus跟biosol 讓它分開 所以讓pancretic lipus有活性 好 那所以這邊講來講去 最重要的同學要知道這個pancretic lipus的作用 那這邊就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那在不同的anzyme 它大概的作用的方式是怎麼樣 那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講是說 在脫椅裡面有lingolipus 或胃裡面有gastry lipus 那這個主要是在胃裡面就可以作用 因為基本上是要在一個酸性的環境之下 然後他們可以把三酸甘油脂分解成diglyceride 就是兩個分子的這個甘油脂跟fatty acid 可是這樣也沒辦法直接吸收 這樣也沒辦法直接吸收 那所以在正常的生理情況之下 他們大概會佔整個脂肪消化的一個作用的20%到30% 那只有在pancretic lipus缺乏的狀況 像我們遇到有一些病人因為胃脹的病變 然後做了胃脹切除素 那他的pancretic lipus非常的少 這時候這個才會靠gastry lipus來作用 好 那最主要最主要脂肪的消化跟吸收主要都在小腸 那在小腸裡面有幾個作用 第一個是乳化作用 乳化作用要講的就是說 腸道是一個水溶性的環境 可是我們那些脂肪物質又是一個脂溶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脂質的東西怎麼在腸腔裡面吸收跟運送 所以它需要一個媒介的物質 那主要告白salt 這代表跟大家提到 好 那剛才再講了就是說這個lipus最主要是這三個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是pancretic lipus 它是major的 可是它需要colipus來作用 讓它活化 那colipus一樣也是pancretic lipus 它分泌的 所以臨床上會遇到有一些 胰臟腫瘤的病人做了胰切除素 他後來會非常容易消化不良 最主要是那些enzyme都沒辦法分泌跟製造 那這些lipus比較合適的pH值的情況是6到7.5 所以跟這個我們說amulase是類似的 是中性微酸性 那經由這個lipus分解之後主要是monoglyceride 單柑油脂肌質 那還有膽固醇 脫脂酸軟鈴脂 那這些是可以直接吸收 好 所以在大概10到20年前有個很紅的 我們說減肥要是xenical 那這個最主要它的生理作用 它其實是抑制pancretic lipus 讓pancretic lipus沒辦法作用 所以那些病人其實吃了減肥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基本上只要吃一油的東西就會拉肚子 因為根本就沒辦法消化 那這張圖是跟大家解釋這個膽炎的作用 那其實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大家看一下 這邊講的這些像膽固醇 或者是phospholipid 或者是monoglyceride 這些都是被分解之後的小分子的脂肪的代謝產物 那你在腸腔裡頭被分解之後 可是它運送到這個腸道的表面 我們說這個絨毛才能把它吸收 可是這個運送的過程當中 其實它需要一個介質 所以這個介質我們說就是biosol 所以這個膽炎它的重要性 因為它有一邊是清水性 一邊是清油性 所以清油性那邊的話 它就把這些脂肪物質包覆起來 那清水性那邊它其實就面對著長腔 所以它是讓這些脂肪代謝的產物 它把它包覆起來 運送在這個長腔裡頭 讓它在長腔裡面運送 那這個包覆的物質整個叫做微焦粒 就是這個叫mysel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過程 所以基本上這個外面的是biosol 那裡面這邊是一些分解的脂肪的被分解之後的產物 那整個合起來的binding的物質 我們說叫微焦粒 這個叫mysel 那mysel怎麼進入這個 就會沿著這個長腔然後運送 然後一直到我們說腸道的表面的上皮細胞 那到這個地方呢 腸道的表面一開始我們跟大家講說 這邊有這個所謂的n-stir layer 就是不動水層嘛 那這個不動水層上面其實pH值值非常的小 所以pH值越接近這個micro villi 它pH值越低 所以越低的話這個mysel周圍就會呈現一個偏酸性的環境 那這時候mysel會打開 所以攜帶的油性物質就會被釋放出來 這個就是膽炎幫忙脂肪吸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 那這些油性的物質被釋放出來之後呢 它其實經由擴散作用 然後再進入小腸的上皮細胞 所以基本這邊同學自己看一下 所以這個微熔毛它表面其實有一層我們說水溶性 那偏酸性的黏液蛋白 那基本上它其實主要的生理作用是讓mysel打開 然後讓裡面的一些脂質的物質溶解 然後以擴散的方式進入腸道中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接下來 那些小分子它吸收 然後進入了這個腸道的上皮細胞之後 因為這邊是靠擴散作用 所以如果它的濃度太高的話 那腸腔裡面的小分子就沒辦法再擴散作用進來了 所以這時候為了降低這些小分子的濃度 我們生理上有一個機制 是這個小分子會再合成為大分子 所以它會跟這個肝油磷子類結合 然後成為所謂的preclimicron 這叫微焦粒 那這個微焦粒它會在 主要是在我們說ER裡面進行的 那之後會跟這個glyceryl phospholipid 再合成成為這個乳米微粒climicron 那這個climicron是在高基試體進行的 好 基本上要講的就是說 小分子經由滲透擴散作用進入這個上皮細胞之後 它們會再合成為大分子 那為什麼要合成為大分子呢 是降低這個小分子的濃度 外面的小分子才可能可以再擴散進來了 那這個大分子呢 最後是在哪裡形成所謂的乳米微粒呢 是在高基試體的 是在高基試體 那這個乳米微粒呢 在經由包土作用 然後進入我們的淋巴循環 再進入淋巴循環 這個主要是脂肪的吸收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這個乳米微粒啊 它的組成事實上就是一些小分子 包括三酸甘油脂啦 然後磷子類啦 然後另外就是膽固醇啦 那或者是一些維拉命 脂溶性的維他命 那這些乳米微粒呢 它進入循環之後啦 那會就經由這個淋巴循環之後 再進入微血管啦 大概吃完東西之後 如果你用電顯下去看呢 那就會看到腸道的上皮細胞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 油脂類的物質 就是Klinmicron 那所以同學在念病理的時候啊 這不常見 可是有一些 我們說代謝方面的問題啊 那例如啊 我們說ER分泌的Klinmicron 在經過高級試體的時候出了問題 所以Klinmicron沒有辦法用 我們說這個包式作用釋放到細胞以外 所以腸道的表皮就會積聚了 非常非常多 這Klinmicron變得比較肥大 好 所以到這邊OK嘛 所以這邊的重點大概要知道一下 膽炎的功能啦 還有這個我們說 上皮細胞表面的N-stir layer的功能啦 那當然這邊只是要講就是說 最後的那些小分子的脂肪的代謝的產物 主要是靠擴散作用進入這個腸道的細胞啦 那但是除了這個擴散作用之外 細胞膜表面上面有一些特殊的通道蛋白 這不用記 只是讓大家知道 小分子的這個脂肪物質啊 吸收入上皮細胞的方式 除了擴散作用之外有其他的方式 所以包括比如說 靠一些transporter 或一些binding protein來幫忙運送 就知道一下也有其他的一個運送的方式 我看一下 這邊重要 這邊是國考 近幾年的國考有考過 因為我們在臨床上會遇到有些病人 一吃油的東西就拉 一次就拉 那那叫Statory 那基本上就是脂肪吸收不良 那最常見的幾個原因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胃脹的外分泌的功能出了問題 那以為我們說最重要的ANXY是Pancretic lipase 它佔了70%的作用 所以如果Pancretic lipase的分泌有問題 缺乏這個Lipase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把大部分的三酸甘油脂把它分解 那另外剛才又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這個Lipase必須 它其實是在一個中性微酸的環境之下作用 所以它在胃酸很高的環境之下 它其實它身體作用很差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我們說 重碳酸鹽的分泌不良 因為胃液裡面的組織到小腸的時候 其實是要靠胃液分泌一些碱性的胃液來中和這個胃酸 所以如果碱性的胃液沒辦法分泌出來 中和這個胃酸的結果 這個Lipase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微酸的狀況之下 中性的狀況之下作用了 所以這樣也會造成Lipase的作用不好 那另外又跟大家提到就是說 脂肪的運送跟吸收需要膽鹽對不對 所以如果做了膽囊切除素的病人 它沒辦法有適當的膽鹽 那這樣子即使它被消化 可是它也沒辦法吸收 那或者是胃酸分泌太多 一樣胃酸分泌太多 那這個Lipase就沒有辦法在一個 中性的環境底下作用 所以這些如果出了問題 都可能會造成脂肪吸收不良 所以因為這在臨床上還蠻重要 因為如果病人如果消化不良 你要想它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 好 所以我們剛才講那麼多 下面哪些東西是可以靠這個 我們說胃的分泌的這個酵素來分解的 胃含有什麼enzyme 胃蛋白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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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protein 好 那複習一下 單糖類在小腸的吸收 這個知道嗎 果糖是藉由促進擴散 進入上皮細胞 葡萄糖跟半乳糖是靠什麼方式進入上皮 是靠刺激主動運輸 那是更要什麼東西叫transport 鈉嗎 是鈉嗎 然後下列核者完全經由促進性擴散而吸收 果糖嗎 是果糖嗎 好 鈉離子不會跟下面哪個東西共同吸收 這個會這個會嗎 對不對 那aminoacid也會 所以是這個碳酸清根不會 好 這是哪一種轉運蛋白病變所造成的 所以跟這個葡萄糖跟半乳糖的吸收 主要有關的是transporter 1 是1 好 浮脂酶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所以它位於小腸的上皮細胞膜上 對嗎 沒有 它在腸腔裡面 它負責消化三酸甘油脂 什麼是主要是消化三酸甘油脂是什麼 是lipus 所以它其實它可以 主要的生理功能是避免脂肪酶 沒受到膽炎的影響 這樣低活性 那脂肪表面的產物和膽酸會形成什麼東西 所以是micelle 然後運送到小腸表面才能被吸收 好 考試就這樣 下面哪一種消化素是位在小腸表面細胞的微容膜上面 A的舉手 這應該是在唾液裡面 那B呢 以蛋白鎂 這個在小腸 在上皮細胞上面是這個 我們看一下 剛才講說 分解成雙糖之後 這些雙腸的話 它要經由類似這些單糖酶 它分解成單糖 這個在brush border上面 那同學剛才有人答是chymotrypsin 或trypsin 它在腸腔裡面 它在腸腔裡面 所以他們是 就這邊有點陷阱 那考試很愛考這個 所以他們是胰臟分泌的 然後分泌之後是進入腸腔 所以它在腸腔 那在brush border上面 其實都是一些把它分解成 比較小分子的東西 關於單糖在小腸上皮細胞吸收的敘述 下列何則是正確的 果糖是被動擴散嗎 它是促進性擴散 半乳糖主要一次級主動運輸 對的舉手 對嗎 應該是 然後它其實是跟sodium dependent 對不對 好 下列何則最容易導致胃分子症 就是 油直接從大便裡頭拉出來了 A的舉手 這應該是C嘛 是C嘛 好 有關乳糖耐受不良 何則正確 因為這還滿錯誤啦 這還滿常見的 通常心生有不易發生乳糖沒 這對嘛 然後亞洲人乳糖在亞洲人間 因此這也對嘛對不對 然後C的話 未經消化的乳糖被小腸內細菌代謝 這對嗎 好像也對 主要是大腸 所以那邊大部分細菌都在大腸 所以它其實那些乳糖 其實是到大腸被消化 被那個細菌代謝之後會殘氣 所以會腹部腳痛 所以這答案是C是錯的 答案C是錯的 好 這應該沒問題嘛 刺激主動運輸 這是什麼 是AO 因為我們說氨基酸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嘛 這邊看一下 所以氨基酸的Uptake除了擴散之外 它其實有刺激主動運輸還有促進性擴散嘛 所以它各式各樣的方式都可以幫助它的運送 那最主要的生理作用是 這樣AO的Uptake比較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休息10分鐘 基本上運送的話主要是食道 所以食道沒有什麼消化吸收的功能 這就是運送食物 跟水分的吸收很有關的是小腸跟大腸 小腸跟大腸 那這邊會跟大家講 好 這也重要 這邊考試會 國考有考過了 但我們每天的進水量大概是2000 就食物加水的一般來說 好 那除了那個之外 其實我們的腸道會分泌 消化道會分泌很多的水分 所以包括唾液、胃液、膽脂 大腸、胃液或者是腸液 總共大概7000cc 意思是說每天input進來大概是9000cc 那可是事實上我們從Stuor 就是糞便出去大概900-200cc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很多都在吸收了 8800cc是在吸收 那哪裡在吸收最多 其實跟其他的食物一樣 主要是小腸中段 就是jejunum 就是空腸的地方是最多 那其實是回腸 那大腸也會再吸收一部分 所以這邊要提 就是重點的話是 主要的水分的吸收 是在腸道的地方 好 那這邊就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那在生理跟病理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在健康情況之下 在到大腸的水分大概是1500cc 所以大腸它在吸收大概1300-1400 所以Stuor裡面大概100-200 那這樣子不會有拉肚子的問題 好 那如果是小腸有問題的病人 假設它小腸出了問題 或者是有些病人有腸阻塞 那有些病人做過一部分的小腸切除素 那小腸的再吸收 假設有問題 那這時候到大腸呢 還有4500cc的水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其實大腸我們說它有一個compensation 它有一個代腸的功能 所以大腸也這邊 這個的極限是4400cc 那這個時候也不會拉肚子 因為基本上大腸做一部分小腸的工作 那假設這個超過大腸可以compensation的量 那例如說實在是小腸的功能太差 這個時候會拉肚子 那或者是小腸沒問題 大腸有問題 大腸的再吸收有問題 這個也會拉肚子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小腸或大腸 尤其是小腸的中段以後有問題 那都可能會發生diarrhea 拉肚子的現象 好 那所以剛才講的是一個 整個生理上比較聚觀的部分 那這邊是講說 那在微觀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水分子怎麼吸收呢 那這邊是小腸的上皮細胞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講tie junction 所以兩個方式 一個方式的話是透過這tie junction 然後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經由這個上皮細胞 那經由上皮細胞的吸收 可以分兩個方式 所以第一個方式主要是靠擴散作用 這個比較慢 那第二個方式比較快的話 是靠這個aquaporin的protein 這個待會跟大家提到 這是水通道蛋白 那如果有水通道蛋白幫忙運送的話 那就吸收的會快很多 好 那tie junction 它的size大概是水分子的10倍 所以水分子經過tie junction 吸收其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我們說水分子它的這個吸收 它是一個擴散作用 所以它不需要什麼transporter 那這邊要講的就是說 它主要是靠一個濃度的這個t度 濃度的t度差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待會跟大家提到 大部分的鈉離子 它是需要主動運輸再吸收的 所以當大部分鈉離子在吸收 是靠一個擴散的作用 進入組織裡面 所以造成這個濃度的t度差的主要的來源 是這個鈉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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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剛才講的是經過tie junction 那如果直接經過這個上皮細胞來運送的話 那方式有兩個 剛才跟同學提到一個是擴散作用 然後第二個是靠這個水通道蛋白 如果靠這個水通道蛋白運送的話 其實速度會快很多 快了大概10倍到100倍 所以這邊是跟大家講一下水通道蛋白的一個結構 那這邊同學不用記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說它 因為它在生理上還蠻重要的 所以它基本上是有6個跨模區的一個蛋白的一個結構 那所以像這個跨模區B跟這個E 那當它折疊的時候呢 就會造成一個水可以通過的通道 這叫水通道蛋白 所以它可以幫忙水分子的運送 所以在腸道裡面的生理功能 是它幫忙水分的再吸收 那其實這個水通道蛋白在很多疾病都很重要 例如說我們臨床上 我們科裡面的話是病人常常比如說腦外傷 或者是腦出血之後 它腦壓會增加它會腦水腫 其實有一部分跟水通道蛋白有關係 那或心臟科的病人他們有一些我們說 心衰竭的病人水排不出去 那也跟水通道蛋白有關 或像腎臟病也很多會跟組織的一個 液的一個 就是說沒有辦法排出去 這也跟水通道蛋白有關 所以大概要知道一下它的一個結構 好所以剛才講的是水分子的部分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的是一些電解質的部分 大概就是鈉甲氯跟這個碳酸氫根 那好先講鈉喔 就鈉甲氯子來說的話 不管是小腸的中段 後段 下段 或者是大腸 它全部都是主動運輸 所以因為它主動運輸的結果 會造成一個濃度的階梯差 所以水會被被動的那個進入我們組織裡面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說這個鈉鹽 它可以跟我們剛才提過的葡萄糖 所以它可以互相幫助 那如果是鈉甲的話呢 基本上在小腸的部分 它是被動吸收的 那為什麼被動吸收呢 最主要是在小腸的話 那跟水會被大量的吸收 所以造成腸腔裡面 鈉甲離子會濃縮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靠擴散作用被吸收了 可是到了大腸裡面 鈉是吸收還是分泌都是濃度而定 所以腸道的濃度如果太小的時候 它就會被主動分泌出去 那鈉的話主要是跟著鈉走 所以鈉的話是主動吸收 它不管是在小腸跟大腸 它是一個被動吸收的過程 那如果是碳酸清根的話就不太一樣了 它在小腸的中段的話是會吸收 可是小腸的下段跟大腸它會分泌出去 它為什麼要分泌出去呢 因為小腸的下段跟大腸有很多的細菌 然後細菌會分泌酸 所以這個碳酸清根要分泌出去 它主要生理作用是中和酸 它主要是中和酸 所以這邊大概要知道一下 全部會被摘吸收的是鈉 全部會被摘吸收的是鈉 所以鈉的吸收 剛剛一直講有幾個方式 主要是靠鈉甲 pump 那它co-transport是跟誰呢 主要是葡萄糖跟amino acid 然後 那如果是在大腸我們剛才提到 大腸的濃度如果太高的時候呢 甲離子的濃度如果太高的時候它會分泌出去 那它的分泌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是靠甲的channel 然後第二個是靠這個被動的擴散 好 那這邊是跟大家講鈉 因為我們剛才說鈉是跟鈉一塊走的嘛 所以不管在小腸跟大腸 然後大部分的生理情況之下 鈉是會被再吸收的啦 那這邊要講說可是在某些病理的情況之下 濃離子會一直被分泌出去 那造成我們說水泄啦 那濃的分泌呢是怎麼分泌呢 它靠兩個 那如果從組織到上皮細胞的話呢 是靠這個鈉甲的pump 那如果是從上皮細胞到這個長腔裡面呢 主要是靠這個濃離子通道 那什麼情況之下濃離子通道會被活化呢 是Cyclic AMP的值增加的時候 這個濃離子通道會被活化 那這個就跟臨床上比較常看到的 我們說霍亂乎菌有關係啦 那因為這個霍亂乎菌呢 它基本上它會去活化 增加這個Cyclic AMP的一個濃度 那所以當Cyclic AMP它的濃度增加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會去活化濃離子通道 所以濃的分泌就會增加啦 那這樣被大量的分泌出去的結果呢 那其實體內的濃會變降得很低啦 那同時這個霍亂乎菌呢 它會抑制這個sodium的carrier 所以讓sodium沒辦法再吸收 所以意思是說sodium也排出去了 chloride也排出去了 然後體內的sodium chloride濃度會降得很低 所以很容易會watery diarrhea 那基本上主要是Cyclic AMP被活化的關係 好 所以剛才講的是電解質的部分啦 那離子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重點是維他命啦 那就這個維生素來說 我們說有脂溶性跟水溶性的維生素 那脂溶性的維生素 基本上它的吸收事實上跟蛋鹽有關啦 所以因為它是一個脂質的東西 那吸收的地方主要是在小腸的上半段 那如果是水溶性的話 這邊兩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大部分水溶性的維生素的吸收 都是sodium dependent 跟sugar一樣 那唯一兩個例外的話呢 是我們說葉酸跟維他命B12啦 這個是主要是sodium independent 那第二個重點是 跟大部分的食物一樣 大部分維生素的吸收 是在小腸的中段或上段啦 那大概主要的例外是兩個 維他命C跟維生素B12 是在小腸末段的地方 小腸末段的地方 那B12它其實跟造血有關嘛 所以如果B12吸收不良很容易會造成anemia 那其實為什麼要知道這個的話 在生理上的重要性是 如果臨床上我們遇到有一些病人 他因為腸阻塞 那他做了部分的腸道切除素 你大概要知道他可能是影響到哪一部分的腸道 因為那個後續會造成 他那個的 某些的物質的營養物質的吸收來源會有問題 有的要從血液直接補啦 那接下來講鈣 鈣離子的部分 那大部分我們吃進來的鈣 有一半30到80%會被再吸收啦 那再吸收的地方呢 跟之前講的東西類似 主要是12指腸跟空腸的地方 那它怎麼再吸收呢 有幾個方式 TRPV5跟6 這是一個鈣離子通道 所以它可以靠這個鈣離子通道 進入小腸的上皮細胞 那它進了上皮細胞之後呢 它會跟膝蓋蛋白結合 這叫coul binding 那結合之後呢 再經由這個pump ATP的inside pump 然後進入組織裡面 那所以基本上呢 TRPV5 或這個coul binding 這些膝蓋蛋白 這些整整整 會幫忙這個鈣離子的吸收啦 那重點是上段跟中段 好 所以在生理上這邊同學要知道就是 我們常常不是說吃鈣片 然後你要吃活性鈣 然後你要吃活性鈣 什麼叫活性鈣 就是含有維他命D3的鈣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低的代謝產物 可以幫忙鈣的再吸收啦 那考試有考過的是 那它是經由怎麼樣的機制在吸收 那它主要經由是經由腸道啦 那怎麼幫忙腸道這個鈣的再吸收呢 就是它增加這個TRPV的channel的活性 然後增加這個coul binding的濃度 然後增加剛才我們說的這個inside的活性 所以它作用在腸道啦 那至於負甲狀腺的分泌的荷爾蒙 也會幫忙鈣的吸收 可是它作用不在腸道啦 作用不在腸道啦 它在腎臟啦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那鈣的吸收呢 如果是蛋白質的東西 它會幫助鈣的吸收 但是如果是磷酸或草酸 例如說像是這個我們說菠菜 這個會抑制鈣的吸收草川類的東西 所以這是鈣的部分 那鈣的部分的話 一個重點是維他命D啦 那維他命D的產物 可以在腸道幫忙鈣磷子的再吸收啦 那接下來講鐵的部分喔 那大概要知道一下就是鐵的來源 我們說有動物性的鐵 有植物性的鐵 那動物性的鐵的吸收效率 比植物性的鐵高很多 所以我們會遇到像吃素的病人啊 很多其實有缺鐵性的瓶血啦 所以要補鐵劑 那最主要是因為植物性的鐵 它的吸收效率沒有那麼好啦 所以你看喔 非就是植物性的鐵 Nen him the iron 你吃下來只有3到6%會被在吸收 其實很低啦 那第二個要知道就是說 鐵有兩架鐵有三架鐵 那兩架鐵比三架鐵容易吸收啦 那為什麼呢 因為三架鐵啊 它很容易會跟一些負荷 跟一些其他的物質 例如說氫氧離子啊 磷酸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氫離子啊 那這個phytate是骨類的產物 或者是茶 總之呢它會跟很多食物的 其他的食物的來源形成複合物 形成複合物之後 它就很難吸收了 好那重點是 那三架鐵怎麼樣還原成兩架鐵呢 主要是酸性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吃維他命C 或者是胃酸 酸的東西可以促進兩架鐵的吸收啦 那如果是以鹼性的物質的話 會抑制這個鐵的吸收 好那這邊只是複習一下 就是動物性的鐵 絕對它的吸收效率 比植物性的鐵來的高很多啦 那兩架有比三架來的好 那因為三架鐵呢 它在酸性的環境之下 它會還原成兩架鐵 所以酸的東西可以幫助鐵的吸收啦 那有一些病人 類似說他有胃食道逆流 我們給他吃致酸劑 那這時候可能會影響到鐵離子的吸收啦 好那這個鐵離子怎麼吸收啊 這考試有考過啦 那一樣喔就是這個是長腔 那這邊的是小腔的上皮細胞 那這裡是brush border 那在長腔的環 來源的話大概就兩個 一個是動物性的鐵 另外一個是植物性的鐵嘛 那三架鐵還原成兩架鐵之後 比較好吸收啦 那吸收的方式是怎麼樣 如果是HEM的話 它是靠HEMTransporter 然後進入上皮細胞 那如果是這個兩架鐵的話呢 它是靠DMT1這個Transporter 進入上皮細胞 那進入上皮細胞之後 這個HEM也會被分解成為兩架鐵 那這兩架鐵呢 它的方式有兩個 一個是兩架鐵氧化成三架鐵 以這個ferritin 以除鐵蛋白的方式 儲存在這個上皮細胞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是兩架鐵靠其他Transporter 進入血液裡面 那Transporter有哪些呢 一個是HERFASTING 另外一個是這個FERAPORTING 這個Transporter的生理功能 是幫兩架鐵吸收進入血液裡面 然後在血液裡面的兩架鐵 它又會再氧化成三架鐵 跟這個Transferring binding在一塊 好 基本上我想 這考試有考過的大概就是說 HEM的話呢 是靠什麼Transporter binding 進入上皮細胞 或者是這個兩架鐵 是靠什麼Transporter 進入上皮細胞 好 那這邊考試有考過 我們身體裡面那個鐵的儲存 其實最大量的話還是血色素 佔了70% 那另外除鐵蛋白佔了27% 那肌肉裡面的鐵 myoglobulin這個肌球蛋白大概佔了3% 所以最多最多還是轟血球 所以臨床上很常見那個RN deficiency anemia 說缺鐵性的瓶血還不少見 那吃素的病人其實還蠻常見的 那所以如果吃素的病人 你幫他測驗血的時候 你發現他有瓶血 其實都要抽一下那個鐵 那另外一個比較少見的疾病 叫Iron overload 那叫血鐵子沉積症 那其實是大量的鐵 沉積在內臟裡面 那尤其是沉積在我們說 這個Lysosin 我們說龍眉體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代謝性的疾病 但是這個臨床上沒有那麼常見 好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 那剛才講了那麼多 一開始我們講的糖類氨基酸 或者是水溶性的維生素 除了B12之外 大部分都在小腸的中段 大部分在小腸的中段 那維生素B12它算是比較例外的 它主要是在小腸的末段 我們說一臉的地方 那就剛才講的那些電解質的部分 鈉的話是小腸跟大腸都可以再吸收 那甲的話小腸會再吸收 可是大腸的話 有時候如果濃度太高 它會分泌出去 那鈣啊、鐵啊 這些也主要是在小腸的上段跟中段 這邊還蠻重要的 這個同學回去要再看一下 所以我們再複習一下 所以維他命D3的主要的生理作用是 所以它是促進腸道還是腎臟 所以是腸道嘛 它主要是促進腸道的鈣離子的吸收 然後我們說複雜醬腺素的話 才是促進腸臟的鈣離子的吸收嘛 人體內的鐵主要存在血紅素、基球蛋白跟除鐵蛋白 所以最多的是血紅素嘛 然後除鐵蛋白是23%佔了第二嘛 27%然後基球蛋白是第三啦 所以順序的話應該是血紅素、除鐵蛋白然後再基球蛋白 所以我們說霍亂 這個霍亂虎菌主要是會去火化Cycly AMP 然後進而火化那個氯離子通道 所以當這個氯離子通道被打開的話 就會有很多的氯排泄出去 Cycly AMP 所以關於鐵的吸收何者正確 食物中的鐵離子可100%的被吸收錯嘛 因為植物鐵很難被吸收嘛 它是兩架的方式吸收嘛 那酸性的話是會促進鐵的吸收嘛 所以它主要是以Transporter運輸的方式被吸收 大概考試就是類似這樣子啦 那我們最後最後跟大家講一下神經的部分 你們上過神經對不對 自主神經還沒上 神經還沒上 那所以就你們常識來說是交感還是副交感 會促進腸胃道的活動 副交感喔副交感 所以像心跳啊呼吸速率呢這些都是交感 那如果是腸胃道的話 腺體的分泌或者是腸胃道的蠕動等等 都是以副交感為主的 都是以副交感為主的 所以我們說像有一些太緊張的病人 常常會消化不良 因為太緊張的病人它消感 交感被興奮的副交感相對會被抑制啊 所以它就比較消化道的活動就會比較差啦 好那這邊就神經的部分先 今天先講一小部分喔 那第一個觀念同學要有的觀念是 其實我們腸道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經元 有很多的神經元 所以它我們說它有一個內元性的神經 就是我們有叫做腸道神經系統 所以人家說腸道呢 腸胃道是你第二個腦子 所以心情不好的時候焦慮的時候 其實都會很容易影響到腸道啦 或者是你說有腸道症啊那些 其實也跟這個神經的調節有關係啦 好所以就神經的控制啊 有內元性的還有個外元性 所謂內元性就是這個神經元在這個腸道裡面 這個叫腸道神經蟲啦 這叫ENS 那外元性的話指的就是自主神經 所以就是膠感跟腹膠感 那這邊同學要記得的一個觀念是 刺激性的主要是腹膠感 刺激性的主要是腹膠感 好那第二個要記得的是說 好因為有很多的neurotransmitter 神經激素跟腸胃道的活動有關 那最有關最有關的是 我們說是胃膠感的acetylcholine啦 這主要是刺激性的 那如果是抑制性的呢 主要是norepinephrine 是正身上腺素啦 所以這是刺激這是抑制 那其他還有很多很多 這個我們下節課會一一再講 但今天要知道的話最主要就是 腹膠感是刺激的 透過什麼透過胃膠感啦 那膠感主要是抑制的是透過什麼 透過正身上腺素啦 好那這邊是跟大家講 我們剛才講的那個神經蟲有兩個嘛 那一個叫做長肌肩神經蟲 這個是monetary plexus 什麼叫長肌肩 它在重肌跟緩肌之間啦 那這是第一類啦 那第二類呢是在黏膜上面的 這個神經蟲這叫黏膜下的神經蟲啦 那是主要是這兩大類喔 那這兩大類的生理功能就不太一樣了 那如果這個monetary plexus呢 它基本上它功能可多了 那最主要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 它是促進一整段腸道的活動 所以它會促進一整條腸道的一個張力性的收縮 或者是整段腸道它收縮的速度深度 那或者是頻率 這個是monetary plexus的作用 然後是整段腸道的作用 那如果是somucosal plexus呢 它主要是控制每一小段每一小段腸道的作用 所以它是控制某一小段腸道它的分泌 或在吸收或收縮啦 好那這張重要啦 那你們之後再講自主神經的時候會再提一次 可是這邊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我們整個的腸道的神經控制 剛才講過有個內原性跟外原性的嘛對不對 所以內原性的話這個神經蟲呢 主要是在腸道上面 如果外原性的話呢 這個神經是來自於膠感跟副膠感 那膠感跟副膠感它的其實構造不太一樣 如果是腹膠感的話呢 它基本上會先發出所謂的結前神經 所以結前神經呢 在transverse column 就是橫結腸以上的話呢 是來自於弥走神經 那如果橫結腸以下 例如說直腸是來自於骨盆神經 這邊國考有考過啦 那這邊是它的結前神經 所以結前神經是發出來之後 主要是調控它的這個神經結 它神經結在脹氣上面 所以是在這個腸道上面 這個是副膠感的部分 那如果是膠感的部分的話呢 它的神經結不是在脹氣上面 它神經結主要是在我們說vertebral body 在這個脊柱旁邊有那些膠感神經結 所以CNS就是我們腦部會直接發出 我們這個結前神經 然後去調控這些神經結 然後之後他們會發出結後神經 那因此大部分腸胃道上面 它的這個神經的控制呢 是自主神經會去調節這個腸道神經蟲 然後之後再去調節動氣 所以動氣呢 包括平滑氣是收縮還是舒張 那腺體的分泌是促進還是抑制 然後這個內分泌還有血管 那所以它其實是ANS調控這個ENS 然後之後再作用在這些動氣上面 只有很小很小一部分 是直接作用在這個動氣上面 很不常見 這樣OK喔 好 所以這張就是重複剛才的觀念 所以我們說這些神經系統呢 有所謂的short reflex跟long reflex 那short reflex指的就是局部的這個神經的一個調控 只有透過這個腸道神經蟲 例如說你吃了一個東西 然後吃了很酸的東西 所以腸道上面的受氣呢 它會感受到這個酸的訊號 那它就經由這個傳入神經 把這個訊號傳到腸壁神經蟲 然後腸道神經蟲 在控制這個動氣 如果太酸 那它就可能分泌一些激素 然後讓這個1億的鹼性1億增加 去綜合這個酸 然後這是一個我們說叫short reflex 沒有經過CNS 那另外一個呢 是有經過CNS 有經過中梳的 所以這個是 比如說腸道受氣接受的食靡的訊號 這時候它會經傳入 所以它會經由Vagal nerve 或Splenging nerve 傳入到中梳 所以它可以傳到Brand 或傳到Spinal Cord 然後中梳這控制膠感跟腹膠感之後 再去控制所謂的腸道神經蟲 再到動氣 所以一個是會經過CNS 另外一個不會 那基本上我們的生理上面 這兩種狀況都存在 好 最後最後複習一下 這個是有年的國考考題 支配食道到大腸上段的腹膠感神經 是哪裡啊 所以這個是在transverse column更近端 所以就是Vagal nerve 記得吧 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這個 我們說腹膠感的神經蟲 總是在脹氣上面 那這個CNS發出來是有結前神經 那結前神經在transverse column 以上的話是靠Vagal nerve 那transverse column以下的話是Pelgibine nerve 所以如果是結腸上段的話 主要是Vagal nerve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所以基本上 因為我想說我如果再講下面的那一段 會跟下次會連不在一塊 那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食物的消化跟吸收 所以包括糖類、蛋白質還有脂肪 那脂肪很重要啦 那跟膽炎有關係嘛 那所以這三個地方大概 我們的重點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說那些ANZINE在哪裡 那草食常烤啦 然後那些ANZINE作用的一個PH值 一個靈響的酸減環境 這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的話就是水分跟電解質的部分 所以大概就要知道什麼東西在哪裡 主要的吸收的地方 那我們就上到這邊